然番剧场!然番啦! 坐在书桌前,风起查找着网络信息,但正如他所想的,网络上没有任何与通天路有关的信息记载,甚至是查不到通天路到底是地方名还是一个神秘机构的名字。 关闭了搜索页面,他打开了星城学府的官方,然后登录了自己的老师账号,想要翻看接下来的可乘安排表。 打开邮箱之后,他看到了附带课程表的蓝色邮件,以及一封红色的通知邮件。 待着好奇,他点开了红色邮件。 琥珀研究院认证账号,邮件内容,第二十六届功法新体系基础构建理论概念赛即将举办。 本次概念赛以网络直播形式进行,各学府老师需代班参加,比赛内容以功法学内容为基础拓展进行。 最终获胜的班级将获得五百万现金奖励。 比赛内容详情,本次比赛与以往相似,需要各学府班级立举一个功法学的新发展方向概念,然后以此概念为核心主题,在网络直播间阐述此概念的拓展性,以及与旧功法体系相比的优缺点。 比赛评分体系,出赛预赛期间有网络评选,进入决赛将由琥珀研究院团队对参赛班级提出的概念进行分析评分,得出最后的冠军。 本活动一切解释权归琥珀研究院所有。 看完了琥珀研究院发布的邮件内容,风琦瞬间心动了,点开搜索网站, 查阅了琥珀研究院历届举办的概念赛情况之后,他更心动了。 除了眼缠五百万现金之外,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, 这次概念比赛将对新功法学的体系搭建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。 功法学的发展永远都是先有概念,再延伸至理论,最后才是实践。 这个过程其实就是从感性的认知上升到理性的认知。 把抽象出来的想法加以概括,在最终到理论以及实践这一步。 琥珀研究院作为全人类修炼功法研究方面的先驱结构之一。 核心研究方向就是修炼功法的体系完善与更新。 而且每次更新修炼功法体系之前,琥珀研究院都会十分的重视。 必要的时候也会采纳外界提出的概念, 然后将其完善为新修炼功法体系中的一个知识点。 想要参赛的班级,首先就要提出一个修炼体系的新概念, 并在网络直播间里讲述此概念的可行性。 如果通过了初赛和预选赛, 最后这个概念将由琥珀研究院的团队来进行分析、解读。 无论是多么天马行空的概念都可以参赛, 只要能够有对应的理论讲解内容。 而琥珀研究院选择对外集思广益也正是看中了这一点。 有时候灵感爆发时诞生的概念, 说不定会成为未来的一大修炼体系。 正如最初人类还在思考着用科技力量战胜入侵者的时候, 有人灵光乍现,提出了引导灵气进入身体, 强化自身,从而获得与领域生物一样强大力量的概念。 往后此概念在前人的天砖加瓦建设下, 发展成了现代的修炼学。 沉思片刻, 奉琪决定参加此次比赛。 为了五百万, 也为了给新修炼体系的搭建天砖加瓦。 这次在未来梦境中, 他学了一期半的修炼功法理论基础视频教学, 这些知识完全可以用在比赛中。 不过现在的问题是, 宝明需要以班级为单位参加, 他的学生都在特训呢, 哪有时间跟他参赛啊? 想到这里, 他拨通了白夫生的电话, 等待片刻, 电话通了, 白夫生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。 小子, 找我什么事? 喂, 师公, 你看了虎珀研究院最新的通知没有? 你说功法概念赛, 怎么, 你想参加? 白夫生略显诧异。 没错, 我正好有个新概念, 我觉得能拿冠军。 听到风气如此直白装逼的话语, 电话那头的白夫生汗眼, 忍不住劝说道, 提出概念谁都可以, 但概念赛最重要的是, 你需要用理论来证明此概念的可行性, 否则有些煞笔概念, 就算是湖泊研究院, 也没能力将其完善成理论与实际内容。 就比如上一节, 未来学府有个班级, 提出了一个生生不息的修炼概念, 讲的是如何让人在不修炼的时候, 功法自动在体内运转, 并摄取外界灵器。 这个煞笔概念, 当时网络票选是最高的, 结果在决赛的时候, 却被湖泊研究院的团队一致否决了, 因为他们的概念纯粹就是扯淡。 按湖泊研究院当时的刘主任的话, 说这个概念提出来容易, 但他们湖泊研究院团队根本无法完善这个概念, 所以你确定要参加。 听了白符生的一通话, 他再次点头道, 问题不大, 冠军应该到手了, 现在正在考虑五百万怎么花。 对了, 师公, 这五百万要是赢回来了, 是归班级还是归个人啊? 意识到风琪真的在考虑五百万怎么花了, 白符生额头清惊跳动, 忍不住道。 你要是能拿回来冠军, 五百万归你, 另外, 学府再给你三百万的奖励。 谢谢师公。 谢个屁, 你拿到再说。 拿冠军问题不大, 现在的问题是, 报名需要以班级为单位, 我需要一个班级。 这时他提出了自己的要求, 面对如此自信的风琪, 白符生显然也有些动容了。 沉默半赏后他开口道, 这样, 到时候, 二二阶的公法一班, 就由你来带队参赛。 听到这番话, 他不由得好奇道, 公法一班的班主任没意见吗? 能有什么意见? 这方面的赛事, 我们形成学府本就不是强项, 普遍被银河学府, 灵校学府等 专供工法研究学的学府包来。 我们参赛, 顶多是陪审, 就没想过拿第一。 既然你有想法, 那就让你试试。 那没问题了。 师公, 你这边尽快帮我安排。 不过, 还是要提醒你啊, 既然决定参赛, 就要全力以赴。 在外, 你代表的是我们形成学府, 哪怕再不接, 也不能说得太难看。 师公, 我想你对天才这个概念 还有所误解。 他们的自信, 往往源自于绝对的实力。 也不能说得太难看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